然后第十六 文中提到我们也应当与穷人分享自己的财物 以我们的盈与援助他们 当年的清教徒拼命工作 拼命节俭 拼命的奉献 清教徒这种说法 这是韦斯里的说法 清教徒这种做法是不是过激呢 一点不过激 他只不过是把基督教的精神给表现的 好像拼命好像有问题 清教徒是非常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不可偷盗一样 你在每个岗位上都尽心结力去工作 这就是拼命嘛 拼命工作 当然这个拼命这个词本身是翻译的问题 我们是努力的工作 不留余地的 做什么就做什么样子 然后努力的节俭 为什么 铺张浪费 不是说小扣 是节俭 不是铺张浪费 省下来的钱呢 竭力的去奉献 不为自己 为别人 这是符合基督教的精神嘛 我们现在的精神 拼命挣钱 拼命奢侈 拼命 小扣 是吧 如果有机会的时候 再把别人的搞过来 这是黑猫白猫的精神嘛 逻辑嘛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所以清教徒里面不忽视工作 努力工作 工作本身是神圣的 问题你是为谁工作 为杜福 为自己 还是因着神的缘故 知道这是使命 节俭 不铺张浪费 广有节俭的话 你就守财奴了嘛 不舍得给自己花 也不舍得给别人花 努力奉献 积财在铁 爱灵手如同爱自己 为神的国事奉 所以这三点缺一不可 广奉献 不赚钱 你也没钱奉献 除非是退休老人啊 而你给的生活费和自己退休工资 那个是可以自由支配 拼命节俭 那你不奉献 不帮助别人 你攒钱干嘛 今天收了你的明昏 你那个攒的要归给谁呢 是吧 这三点结合了才是均衡的 节俭的目的 第一是节制 懂得恰当的消费 欲望的控制 努力奉献 这就是不管是自信 保守己身的问题 还有爱别人 关怀别人 是延伸的 积极主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